你好,欢迎收看8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花莲县府27号上午在大礼堂举办 110年度模范公务人员的表扬典礼 6位模范公务人员分别来自社会处、人事处、农业处、卫生局、警察局、还有消防局 由推荐者介绍得奖者,受奖者则是分享职场的心路历程 除了颁给奖金6万元以及奖账,另外还给予公价5天 110年,依据花莲县政府表扬模范公务人员要点 临选花莲县模范公务人员,经评选核定既有6人 分别为花莲县府社会处科长黄之华 人事处科长刘玉宏,卫生局科长陈忠才 警察局政察佐李中豪,消防局小队长彭康佑 以及农业处科长郭世强6位 既然成为公务员,而且是全国最优秀的人物 在国家的公务机构里面 那你在这个角色就要常常去思考 如何让百姓能够安心 在这个地方安居了一眼,得到他的所需 因为每一这个局处都有非常优秀的公务员 他们要把他提报出来,你们要好好谢谢你们的首长 因为他们是那个把,会一直被打 像那个卫生局也有很多优秀的 所以他会提报那个宗裁 所以因为应该有很多觉得说,我也是啊 所以这个局数上很难闻,所以我们要谢谢他们 但是我想考纪委员,这个委员会在做很好的筛选的时候 我想也是臨持的公民公正崩开 因为有各乡镇,有所有4000多个公务员 受到很多的大家一起来推荐,共同的推荐 今年6位,我们真的要感谢你成为花蓮县所有公务员的标杆 学习的榜样,再次敬意酒精更上层楼 不论是在儿哨,家庭网络,软硬体或活动上的协助 或者在社会案件以及紧急救护,甚至有机农业 6位公务人员分别在自己的领域上获得肯定 除颁发奖金6万元及奖状,另外合计公假5天 也期许更多公务人员忠于职守同心协力 获得更多姓名的肯定 记者长邦彦华联系报导 2月1号 9月1号 2号 2号 2号